好 手游酷玩 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沼泽激战 这里是游戏的第13关 那么对于沼泽激战来说 整体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咱们现在使用的还是这个线弹枪 线弹枪一个必格就是 在它有子弹的时候 就是属于是爷爷辈的武器 但一概没有子弹了 那么就是弟弟辈的武器 所以对于线弹枪来说 这个子弹的话 咱们还是要配合冰箱 来考虑一下装弹的这个清洁 同时要注意一下 在这一章有很多蚊子 所以说咱们这个青蛙一定要买 一定要升级 那其他道具不整的话 其实也可以 像这个水下这个刺屯 咱们是 它是潜入一次进攻一次 潜入一次进攻一次 那么对于刺屯来说呢 咱们要需要 也能抓住它 需要一个适当时机 如果抓不住的话也没关系 那么这一张掉血的话 必然是一个节奏 所以说掉血不要怕 只要血量会打没 就没问题 同时冰箱一定要搞 这个一定要说三遍的东西 如果没有冰箱的话 那么在第二张开始往后 就是比较难生存的 除非你这个是 这个克金大佬 那么就不存在冰箱的问题了 那就无所谓了 咱们用什么都可以了 那地下这个刺屯的话还是挺讨厌的 因为它会潜入出来 潜入出来 只有在出水的瞬间 咱们才可以打到它 那如果等它又潜进去的话 就不太好打了 所以说必须要抓住一个好的司机 同时我觉得限电枪 上弹速度再快一些就好了 你看这帮的这个 这是什么洞 好像看不太明白啊 但可能是一些 这个刺猬啊什么东西 被改造的还是挺有趣的 他们是使用这个自爆技能来进攻我们的 所以说哪怕咱们牺牲一点血量 也是没有问题的 命可咱们牺牲一点啊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该牺牲就牺牲 你看咱们都牺牲完了 你给咱们一个补血包 这有什么用啊 最后一个给它打掉以后 咱们就可以完美过关了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库玩 我们手库玩也会有经典的后续游戏 在等待着大家 这儿的话快速模式 咱们可以看一下 快速模式有很多的 这个算是一个 怎么说呢 快速模式 这个道具装备都是随机性的 所以咱们这个 随的有点也太不给力了 这个武器都给随没了 你说这个家伙真的是啊 甚至有的时候非常坑爹 可能随的不是那么给力啊 就导致咱们的 这个武器都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模式 我觉得 完全看脸啊 完全看脸 一旦咱们的这个东西 没有完全随给力的话 没有主武器 那咱们就 完全兵败如山倒嘛 这个就是 好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 介绍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视频 请订阅手库玩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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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